过年一定少不了这道地方特色美食卷尖 今天就把它的家常做法分享给大家 好看又好吃,带颗超有面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千三年求关注 首先准备两斤三肥七瘦的猪肉酵 加葱姜,一勺食盐,一勺鸡精,一勺十三香 再加入多一些的麻油 再准备一颗新鲜的母鸡蛋,以及一颗新鲜的公鸡蛋 调热太阳的方向,搅拌均匀 接下来准备上200克的红薯淀粉 加入200毫升的清水 搅拌至看不见任何的淀粉颗粒 调好之后,直接倒入馅料中 加入红薯淀粉可以增加馅料的粘稠度 继续朝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准备10克鲜鲜的鸡蛋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菜美食 点击关注和收藏,以免要用的时候找不到我 搅拌均匀之后,加入100毫升的淀粉水 让蛋液和淀粉水充分的融合 有条件的可以过滤一下 准备一口甜点的不粘锅 把锅烧至温热,搅上一小蛋糊 把蛋液晃动均匀 用最小火煎至定型,即可出锅 蛋皮背面朝上,我们刷上一些淀粉水 可以起到粘合的作用 然后舀上一大勺的肉馅 稍微给它整理平整 把两边对折 再从一侧开始卷起 卷的时候尽量紧实一些 像这样做成一个毛巾卷的形状 楼梯中刷上一些食用油 放上卷尖 水开之后开大火蒸上2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即可关火 哇,真的是太香了 放凉之后即可切片 尽量切得厚一些 这样成品会更加的好看 切好之后摆入盘中 放上万能蘸汁 真的是太香太美味了 过年交代客人超有面 好看又好吃 简单一做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